你還要去我那裡拿食物就好了 嗨,大家好,我是竹蜻蜓大叔 我們今天要去做什麼? 我們今天露營要夜沖 我們第一次夜沖 今天大叔帶兩個小寶貝出來露營夜沖 因為媽媽她不適合露營 所以我們就自己來囉 OK,那我們就開始囉 GO 這就是我們今天第一天的早餐 媽媽幫我們準備的麵包 我們看到了一隻敲行蟲 這個 這一隻 阿蟲 這一隻 來自們發明的石頭旗 咦? 對 很好玩 你還要去我那裡拿 比較好玩 可是你不用拿太多啊 好,我們去走步道啦 好,我們來看這個步道 這是什麼? 德福蘭步道 還可以走到東毛山耶 可是中間的吊橋現在是暫停開放的 我們去哪裡? 好,我們來看這個 德福蘭 酒糧賽 這裡有他的介紹喔 還有松鶴 對面的部落就是松鶴部落喔 中間隔著一條大甲溪 哪裡啊那個? 吊橋 吊橋在這裡啊 他一直走走到這邊有吊橋 那我們現在要從這邊走啊 走上去這邊有個 涼亭 涼亭在這裡 最高點 這裡喔 嗯 中間會過兩個吊橋喔 喔,他這邊還有一個啦 那是走另外一條步道 好,走吧 GO 這一條啊 所以通過兩個吊橋走 登山活動一樣要保持 一公尺的社交距離 好,走吧 走 我們很久沒走不到耶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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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露營區呢 也有沙坑喔 孩子們可以在這邊玩沙 好那我們現在來介紹一下廁所跟浴室 首先呢廁所這是女生的 旁邊就是男生 那外面呢有一個洗手台 好那我們先來看男生廁所 那一進門呢這裡有兩個小便的喔 那廁所有一個做室的 然後有兩個敦室的 敦室的廁所那裡面都有衛生紙 那浴室呢總共有三間 那也都有放衣服的地方 蓮蓬頭 水壓都還蠻足的但是缺點就是 熱水會忽冷忽熱 那當適當溫度之後呢 那有的時候會變成突然變冷水 有的時候又會變得很燙 那我們剛剛看了他是用瓦斯爐 那有可能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造成水會忽冷忽熱 那如果在冬天的話可能就比較 不是那麼好了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這個是冰箱 那他就是一個 一般的冰箱有三門的冰箱 我們昨天東西都併在這邊都還OK 好那這邊就有一些椅子可以來取用 那水呢我們昨天來的時候是沒有飲水 所以我們待會可能會再去 附近的超商去買水 好那這個就是大概這邊的環境 那這個營地呢是一個大草皮的方式 大概老闆估計是可以容納大概20丈 那如果是有團路的話 應該是個還不錯的地方 早上我們待的地方是有樹蔭的 所以不會太熱 那可能到中午過後 可能快下午的時候會有太陽 熱進來那這時候應該也不會太熱 我們覺得這邊的蟲子還蠻多的 跟我們之前錄的露營地比起來 蟲子是有點多 而且都還蠻大隻的 就大概介紹這樣子 OK 下面進來械沙 Link 請問我們就幫助一個 還在煮車 我們我想анов了 OR為什麼 一度鹽 還在您走 你不要脸上来就好啊 太多情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這就是整個露營區的全景喔 大概有20站 還蠻舒服的一個營區 如果你還喜歡我今天介紹這個影片的話呢 那請麻煩按讚訂閱 還有麻煩幫我分享 那也開啟小鈴鐺 那這樣如果有新的影片的話呢 你們也可以第一手介紹通知喔 OK 感謝囉 掰掰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